大家好 我是丁超 歡迎收看超級大贏家 经过了好几天的下跌之后 前天终于反弹153点 当然就是我们看一下 就开高一定反弹 这个一定反弹 因为这是规定的 100%一定反弹 对不对 看这个就知道 就8点就开盘了 昨天也是这两个先跌 对不对 那今天他们8点就开盘 是这样 所以它跌升反弹 可是跌升反弹之后 我们怎么看这个大盘呢 你也不用看得太好了 也不用看得一定怎么样 反正都没有怎样 就是一个整理 对不对 那我问各位 假设 假设今天没有反弹 假设今天没有反弹 往下跌 假设这一根没有存在 或是这一根往下移动 这一根如果往下移动 那这个往下移动 你有没有想过要怎么处理 没有嘛 对不对 一定是反正看着办 一般投资朋友都是这样看着办 那今天是反弹 那为什么反弹 因为美国反弹 因为美国没有跌 不但没有跌 而且还开高走高 对不对 没有错吧 是不是 美国没有跌 因为美国没有跌 所以100%一定反弹 外资一定是买潮 这是规定的 对不对 所以你看市场的情绪它变得很快 你看这里一样 这个是一样 道琼工业指数也是一样 SP500指数也是一样 盘中曾经是历史高点 这边都是又创下历史高点 这个没有 但是这个也创下历史高点 我跟各位讲 最近因为选举快到了 所以大家都在谈说 选举有没有选举行情 或者是选举前会不会涨 选举后会不会涨 我跟各位讲过 完全无关 不要每次都把行情推给选举 完全没有关系 因为选举跟行情都没有关系 你看历史上以来有多少次选举 有关系吗 有时候选后一定会大涨或大跌吗 没有 那完全我跟各位讲 为什么要谈美国股市 因为这个盘是完全由美国股市来决定 就是美国人决定我们的股市 就这么简单 那谁决定美国股市 川普啊 就是他来决定 所以美国的股市在这一波的反弹 从去年以来反弹 到目前为止还在一个持续当中 对不对 还没有 就是反正就是 调整几天以后要创新高 调整几天以后要创新高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吗 那苹果电脑就是最大的一家 这个等于是这一波反弹里面最大的工程 我跟各位谈过了 苹果电脑这家公司很厉害 现在目前市值已经1.3兆 1.3兆是美金 不是台币 1.3兆是美金 苹果电脑这家公司 一家公司的市值啊 就是我们台湾股市 两个市场加起来 大概就是超过40兆 苹果电脑 那苹果电脑这家公司 他在三个地方挂牌 对不对 他在NASDAQ指数挂牌 在这边挂牌对不对 这个你要背起来 因为他们都是起涨起跌 原定在这里 他是第一大全值股 这边的第一大最大市值的股票 苹果电脑也在这边挂牌 这里也是最大 也在这边挂牌 这边也是最大 没有在这边挂牌 这边谁在这边挂牌呢 台积电这边挂牌 台积电是费城半岛里面第一大 第一大群值 所以这个你会发现 美国的股市是由苹果电脑在处理的 对不对 那台湾的股市是台积电 可是美国股市里面的费城半导体 又是台湾的台积电在处理的 因为它是最大 一定是最大的 它影响全值嘛 所以你看到今天行情 当然大家都是今天就是 我想今天大家都是比较高兴 因为气氛比较好 开高怎么高以后气氛比较好 但是这个是涨幅 涨到了这个地方11992 我在联系的时候讲过 大概就在这里 这边是上升的月线 对不对 这一根是月线 月线的扣底值在这里 这一根这里 今天那明天扣底这一根 对不对 那这里是哪里呢 你注意看 这里是11836 那昨天收盘是多少 11817 对不对 昨天收盘11817 那这边是11836 那如果说今天 今天假设没有涨 对不对 对不对 今天假设没有涨 或者是没有超过 11836这个地方 没有超过这个836 11836 假设今天都没有涨 因为今天已经是涨了 我现在给各位看什么 看技术分析 假设今天都没有涨 那明天麻烦了 你知道为什么麻烦吗 因为这条线会被压制 如果今天没有涨 没有大涨 压在这里的话 停在这里的话 那明天会扣底这一根 那下礼拜呢 明天是礼拜五 扣底这一根 下礼拜12345 这里的位置 当然是比这边的位置更高 对不对 所以如果没有就这一根上来 那这条线就可能开始转弯 这条线有可能转弯 你知道吗 这个就已经在转弯了 你注意看 它是月线向下 已经成短空了 短空碰到中多 它扣底只在这里 对不对 它已经慢慢在转弯 那如果让它转弯的话 让月均线往下走的时候 那事情就越来越麻烦 就会造成压制力 这个就是技术分析的范围 对不对 但是这个情况还没有发生 但是我先跟你讲 我先跟各位讲 因为大部分的人 我发现大部分的人 其实都是 非常希望股票能够每天涨 对不对 天天涨不要跌 例如像今天以前 连续跌了四天 大家心情就很闷 很不好 那今天涨起来 大家就心情很好 对不对 所以可见大家都很希望 股票每天都涨 问题是 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 股票不会天天涨 那最近时间在涨 也不表示以后 2020年 也会这样子 一直这样子涨 也没有这样规定 对不对 所以每一段时间里面 它会有一个修正 那可是我发现 只要每一次时间大幅修正 如果是修正的三五百点 那没有关系 那是小事情 那是小事情 像今天以前跌了420点 那个算小事情 但是有时候回档跟修正 它是10% 20%在调整的 那你想想看 如果说大盘 在2020年的今年 它调整了10%或者是到20%之内 因为超过20%就是空投市场了 所以我们所谓的调整 回档修正都不能够 不能够允许超过20% 那如果说指数跌20% 就2000多点 跌10%就是1000多点 现在目前的点位很高 你又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如果有这么一天 台北股市修正了10%到20% 你可以承受得了吗 所谓20% 10% 这个是指数 这不是股票 大盘如果跌10% 一般很多股票跌三成五成 那是很正常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答案 答案就是说 当你赚了钱之后 一般来讲 就会掉以轻心 误以为说每次拉回 就会再创新高 对不对 以至于之前所获利的持股 或者是所赚的钱一再的投入 那最后如果开始在跌的时候 又不设停顺 又不风险控管 那最后就可能把之前 好几年所赚的钱 全部一夕之间就把它泡汤了 这种可能性会不会存在 保证存在 我已经跟各位讲过了 我认为在第一季 所谓第一季就是1月2月3月 这个叫第一季 我认为第一季就是现在第一季 会有一次10%以上的大调整 指数我讲的是指数 那不可能啊 不可能可以试看看就知道 看会不会可能 因为我跟各位讲 我讲过了嘛 如果说这个大盘 假设这个大盘 它不是这样上来的 我不会讲这个话 你知道我意思吗 这是去年的1月份2月 一直到去年的12月 这是去年的指数 这是月均线 去年涨了23% 对不对 这边涨了23% 如果去年不是这样涨 那我就不会这样讲 你知道我意思吗 那问题是它涨了这么多 尤其是有些个股 从去年的1月份涨到现在 都没有经过适当的调整 那所以我做这种假设 是存在的 而且是可能的 而且我认为第一季的调整 应该也不是只有一次 2020年不可能像2019年这样子 因为2019年就是从 从这个9319 9319一直涨嘛 对不对 这边是9319 那2020年会不会才从 一样涨这样的幅度再上去 加上去呢 机会非常的小 因为目前整个景气 全世界的经济成长率 也没有办法强到 以可以支撑台北股市 直接很快的时间里面 攻上15000点 因为所谓说 所谓12000点 如果再加上百分之二十几 那就攻上15000点 15000点 不是说会不会到的问题 那是时间的问题 所以我跟各位讲的已经很清楚 为什么在这个 这个上半场要 要利用这些时间先跟我来谈这些 因为我发现大家 对于股市的一个看法 就是太过于 大部分人都太过于乐观 但是因为没有经过了长时间 没有经过了修理你 你不会相信 像这种股票 跌下来你就会相信 你就会相信说原来你被修理了 像这种股票跌下来 你如果买在高档 跌下来就是这样子 就这么麻烦 所以说你要利用反弹的时候 趕快这些股票要趕快做调整 而不是长期投资的问题 像这个股票也是一样 今天也是有反弹 那问题是你买在这里 就不是很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先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027725 9668 027725 9668 追求梦想 成就非凡人生 发现价值 携手共赢 完美服务 忠于所托 挑战自我 成就非凡 精确掌握投资方向与时机 替投资人看守好每一次进出场 咨询专线 027725 9668 027725 9668 所以我说为什么要学技术分析 技术分析最大的用处在情绪管理 因为一般的操作你总是会有一些偏见 认为基本面很好就可以不用卖 其实我讲过嘛 任何一个投资人买进任何一档股票 你一定是认为基本面很好你才会买 你买的公司一定基本面一定很好 这不用怀疑 可是买了以后为什么没有赚钱呢 为什么这么好的基本面 没让你赚钱呢 可见股票不是只有基本面很好 这么简单 讲基本面很好大家买一下 那问题技术分析它就是不好 那你就不会赚钱 我们看这里就好 我们看这个大盘 我刚刚谈到一半对不对 这十日金线扣底值在这里 它是不是扣底高值 它是不是压制了 那月金线往上走 刚才已经解释过了 所以月金线下礼拜以后 开始扣底高值 所以如果这个大盘一直在这边 假设这边这两个点之间整理 它都不动的话 那未来来讲 下礼拜以后就非常的麻烦 那所谓麻烦不是说 像这样子每一次整理之后就创新高 或者是每一次这样整理以后就没事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太好了 那问题不是这样讲 所以我认为这个盘式 的确是有相当高的一个风险性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跟各位讲 你尽量能够买低的基期 尽量买低的基期 高基期的股票是比较强势没有错 可是面临大盘的一个调整风险 它在修正的时候是很恐怖的 例如像这种股票 我们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叫低基期 这个 这我介绍过了 老师那智邦从195块掉下来 还有160几 你怎么说低基期 我讲的是它这边有调整 对不对 那你不能讲说 它从以前股时候涨多少 那如果股时候涨多少的话 那这档股票永远不能买 因为这档10块钱涨上来的 大力光电是10块钱涨上来的 那就永远都不能买 对不对 那台积电是从10块钱涨上来的 那你也都不能买 一辈子都不能买台积电 不是都这样讲吗 对不对 那我讲 为什么要讲智邦 因为智邦这档股票 它是标准的5G的相关供应链 那我为什么在昨天 买智邦呢 我昨天有讲 我在lite里面有讲过 我在lite里面昨天有公布 我昨天有公布说我们买智邦 利用利空的时候买 你看这一波上去我们不买 这一波上去为什么不买 这技术分析 因为这一波上去它是月经线扭转为多方式 扣底低值没有错 这里出现一个买点没有错 可是上去反弹上去你要先卖 为什么要先卖 因为这条线压制 这条线叫季线 对不对 季线压在这个是中空中线空方式 短线多方式 短线多方式的反弹 碰到中线空方式 空方式 季线扣底高值 所以它压制下来 它一定会再跌 是不是再跌下来 跌下来以后你利用这个大跌 这不要追上去 你用跌下来以后去买进 那这个地方买进 停损点刚好设这里 是不是这样子 这里买进停损点设这里 那这个是基期高还是低 是不是相对低的基期 那我们昨天买进 昨天就赚钱了 那今天要涨起来 涨到168块 那虽然不是赚很多 但是你这样买是不是很安全 是不是比较安全 那基本上都不赞成长期投资 因为这个股票风险 我认为现在目前的股市 现在的位置不适合长期投资 我个人我是觉得说做短线就可以了 你有赚就可以 也许像这种股票 我是讲真的 也许像是智邦 也许明天大涨之后 也许明天大涨之后 我们就把它卖掉了 我们就把它卖掉了 我们绝对不长期投资 因为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下礼拜大盘面临的风险是比较高的 因为我是讲的是技术面 跟选举无关 你不要一直导致误会 技术面我刚刚已经算给你看 就是字邦的部分 我昨天有讲过 我们买回字邦 我在那里面都有公布 是不是 昨天有公布 昨天第一点 你看 昨天就是利用 昨天就是大盘利空 连跌四天 一二三四 那大盘就这样 大盘昨天不是利空吗 大盘利空 那你资邦也是利空 它是开低走高 它就是因为它有利空 才会开最低 有利空才会开158块半 没有利空怎么开158块半 那你昨天去买 昨天就赚钱 那今天继续涨 是这样做 那明天 明天呢 明天 很有可能 我们就把它卖掉了 很有可能 老师 你怎么做两三天就算 不然要做多久 要做多久 要做多久 要做三年是不是 拜托好不好 做三天很久了 没有完 当冲了一大堆 你现在市场里面 当冲了一大堆 当冲的 30%以上都要当冲 当冲再加个日冲 搞不好就超过五成 三天不容易了 我可以跟你讲 不然你要做多久 你以为这个盘市 都没有问题吗 假设都没有问题 假设现在是七八千点 一万点以下 当然没有问题 那问题是现在 目前指数在这里 你不会怕 跌了四天以后 今天涨起来就忘了 这风险很高 那我再跟各位讲 我昨天不是 也跟各位谈到一档股票吗 就是这档股票 我们也建议买进 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呢 这档股票 它是不是很低基期 它也不是低 也不是高 普通 那为什么买这档股票呢 很简单 因为它是个强势 整理量缩的整理 回撤上升的 有没有 是不是上升的月进线 所以这边我买一次 369买一次 那这边又再加一次 就是用两天时间来买进 那今天虽然不是涨很多 虽然不是涨很多 但是有涨就好了 那今天为什么没有办法 冲出去呢 因为它的成交量很显然 没有办法克服这边的成交量 你看这边有个高点 就39.15 这么大的一个成交量 对不对 那今天有过了39.15 价格过了 可是成交量很显然有差距 而且差还蛮多的 不一定要跟它一样多 但是这样的成交量 没办法供上去 何况是十日金线扣理值 扣理比较高值 对不对 它会压制力债 所以这张股票 你让它整理之后 再放量的话 它就很容易过高点 那为什么要讲金豪科呢 其实金豪科大家都是 它就是利基型的Dram 跟MCP 就是多晶系的记忆体模组 基本上都是跟这些股票 跟它同一组的 同一组就是这些 跟这些有关系的 跟它同一组的 大概跟这些股票也同一组的 就是有关于Dram 或者是这种记忆体的 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了解吗 所以它有可能补涨 像这个也是 那这张股票 非常有可能补涨 因为它比较没有涨 所以我们买这个股票 是不是比较安全 没有问题吧 大概是这样的解释 做多是 应该说变成一个不得不了 没办法 不得已 很不想做 我可以跟你讲 这种盘实在是 基本上最好不要操作 那因为我们是投顾老师 没办法 还是要带会员操作 但是如果说可以选择 我才不要做股票 因为没有这个等于是赌了 赌局了 你知道我意思吗 你没有必要 这跟选举没有关系 没有必要在这么一个高档的位置里面 而它一直都不调整 的情况之下去冒太多的险 我讲的不但是只有台北股市 包含美国股市都是一样 没有经过适当的调整 从去年一整年涨这么多以来 其实风险是一直存在的 你了解我意思吗 而不是说什么 这个美衣到底要打不打仗 什么这个消息面 或者是中国贸易战 什么要不要调 要不要签第一次的贸易协议 等一等 我想这个都是消息面 这个都没有很大的关系 最主要是因为市场的关系 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如果说你要这个 也可以先加入LINE H193008 这个先参考 就参考我们在盘中 盘后跟这个一些贴文的一个分享 当然你也可以跟着一起 丁朝一起操作 那当然我们 你可以跟这个我们线上的助理 直接来联络 盘氏啊 我还是一样最后做一个结论 我认为不可能会一直涨上去 而且在第一季 一定会有出现大幅度的调整 而这个调整绝对不是三五百点 非常有可能超过一千点 甚至两千点的调整 我不是下各位 我是按照非常重要的 技师分析的理论告诉你 所以在操作上面来讲的话 只操作短线就可以 那今天的报告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明天见拜拜 拜拜 by bwd6